跟那些那一族的台灣人講的時候 那些台灣人說什麼 她就覺得 大陸小姐那麼漂亮 好可惜喔 叫來台灣 為什麼來台灣呢 她就覺得她為這個女生感情 她說她 因為聽她 聽這個女生講 她說 她老公也沒給她錢 她現在就是 晚上有去擺個攤 賣她的飾品 賺了的錢 老公全部要拿走 不給她一分 她說 賺了的錢也沒有給她 不是說老公要給你錢 變成你賺的錢也全部要給老公 嗯 她說 她 她也是大學 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那一樣學法律 她學法律 她說 幹嘛嫁這個 這個男生 後來另外一個就說 看她 看她老公的照片 好像很兇的那個人 好像看上去 也不怎麼樣 她說她為什麼嫁她 她說沒有啊 那小姐說 她說 大陸那麼多人 13億人 自己的機會比較少 她說台灣人少 她想看看自己有沒有什麼機會 嗯 用人口比例來 嗯 她就說 不知道我為什麼覺得 她說光 跟那個小姐說 嫁給台灣人 她說真的很可惜 她說 為什麼嫁到台灣來 台灣有什麼好 怎麼講 緣分嘛 命運嘛 這一兩年才嫁人 對 那就更那個了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如果是按照我那個年代的話 你看還有落差 大陸還沒落差 現在 不是 如果像我們 如果像她那麼年紀 嫁過來的話 現在不是有自由行 肯定回來看一看 看看你的父母怎樣 到底 我們那時候是不能看 就嫁了就嫁了 現在 不是 那時候要先嫁 然後才能來 不是那時候我想說的是 如果我現在嫁的話 我一定不會來台灣 我一定要在大陸工作 這邊的工作畢竟 哪要走到什麼好的工作 對不對 那就是說 要不你男生 要不要結婚 不要結婚就分了 不會說 我一定要來到這邊來 不是你要怎樣 妳會保留妳的事業 對啊 妳要不就跟我在那邊 也去找工作 妳不會枉會妳的教育 妳這一生一定會有所表現 不是 至少自己工作 自己賺錢 花得理所當然 好 人家不能花來 靠著人家 不行 有限 對呀 不然的話妳就說 不過還好 她願意給妳考 她甘願養妳 妳現在也有可以工作的條件 那有 現在有什麼工作條件 妳也小孩子都說 我知道啊 她不是說沒有工作的機會 沒有好的工作 她喜歡的工作 妳現在說 什麼叫妳喜歡的 好的 服務型的一定是有 想賺錢 又在那邊挑工作 哪有那麼好的事情 至少說 不合他的 不合他的學識 是 做完璧的工作 是 不合那麼 至少跟一起的工作差不多 不能說現在去洗個完吧 那妳是太不認命了 問題是在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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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不認命的 我幹嘛來這邊 賺個 你看他們賺個 兩三萬塊也是做的類似 所以在茫茫人海這個男人還是 還是可以決定的 因為你回去你們娘家會有你的位置 如果不行的話就不要他了 幹嘛把自己捆在這邊 所以你還是可以選擇他 因為他還是可以讓你撐 兩個平衡窗是遠一點 對 來趕快下來 平衡物遠一點那邊沒有安全窗 這就是真情嘛 到日子久也是產生的真情 對 我想說在道路的話 工作還好 至少父母那邊親戚那邊 至少還有 還有一席之地 對 至少房子什麼都有也不會那個 可是你還是選擇台灣社會 繼續待下來 選擇這個男性 但是我跟彥虹這一點不太一樣 如果我這邊在跑 我沒有想過要回去 真的啊 你會在這裡奮鬥下去 對 包括他講的要希望 我就得去希望 好 那個就男生不養 對 你今天選擇這個 你走這條路了 要我的話我也會 好 就是浩強吧 浩強會是 可是我會認識 我會認識 或許你 他本來就文學少女 沒辦法 不是 你覺得這個男生如果是扶不起的阿董 你再怎麼說他都不行 你幹嘛浪費在這種無用的人身上 所以你再到好老公了 承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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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高 我不去做那種洗碗 廚房那種工作 我沒辦法 那種工作我就不會去做 做不了 除非是我給我一個辦公室 給我一支筆 我做這種工作 因為我覺得我的層次就在這邊 或許你是有這種想法 但是我們 賣過衣服 還不錯 不是說我 我們要想 我們那個老公賺的很少 你日子不夠過 管你是洗碗還是擦地 我有錢賺 我把小孩養大 我讓我小孩比我過得還好一點 我是說餐廳工作不好 你想想一個人餐廳工作 小孩子就過不了了 因為那個都要做很晚 沒有啊 除了餐廳工作 還有很多工作 現在很多 民宿打掃啊 你可以接小孩煮飯 都不耽誤啊 我就跟你說你就富貴了 戶櫃命才會有戶櫃手 我們就是沒有嫁到那麼好的 就沒辦法 你在出動的工作也是要做啊 我改天去找個沒錯的工作 工作給你 你行了吧 你那戶櫃手你算了 我這個一個月我要做給你看 你算了吧 你哪天找到辦公室 還要跟我說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剛剛那個個案 帶來的那個問題 我簡單講一下 所以說他剛剛在跟我講 我就一直在想 因為他 你叫他來了嘛 對吧 因為他們現在也沒有辦公室了 那個官司也打好了 那個什麼 所以我剛剛就問他問題 他才面臨著是 在這邊還是在那邊 我剛剛就問他 那我說你 這個都不奇怪 我講到奇怪事在後面 我說那 那你既然這樣子 兩個女兒都在大陸 對不對 那你這邊錢也拿到了嘛 不管多根少 房子什麼樣 賣一賣 該付給前面的付了 然後什麼 什麼現金那些也分好了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回去呢 你要到老人年金的話 你還要到65 現在才 他65不到嘛 他有55 你看 我就問他了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講說 當然這個是你的選擇 我不那個 我說那台灣你還 有一點什麼呢 這東西賣一賣就怎麼 你知道他跟我反過來 說我就傻眼了 知道嗎 我覺得現在到路 自己還是要再找一個人來家 蛤 他幾歲 50多歲 所以我就覺得台灣還是很好 真的充滿了希望 我覺得我還是有救 那你不想 還有事 我要殺手不管我了 那你想為什麼那些人之前 就是沒有拿到辦公的 還沒到時間送回去 他為什麼還要過來 也就是這個嗎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我又想到一件事 我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認識一個非常特別好 一個女的 他是我們家一個親戚 後來離婚走了 他就是說因為他 他是怎麼回事 他就說他媽媽 我寧願相信他講的話是真的 他說他媽媽從小 爸爸在他六歲的時候就死了 死了以後呢 他跟他妹妹兩個媽媽 就帶著他 改嫁給肌腹 肌腹好像有親親他們 然後卸著他做的工作 他跟他妹妹兩個都坐台 都有坐台 我聽到我傻眼了 知道嗎 然後我說這個東西 我只有在書上看過 還有蘋果綠報會有 蘋果一週刊會有 蘋果一週刊會有 將近17年前 我沒有聽過 然後我沒有蘋果 比較早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的同伴 就是這個親戚的同伴 他大概三十多歲了 然後離婚帶著兩個小孩 被人家包養 每個月五萬塊 你知道嗎 後來我這樣講 好興奮講給我的先生聽 我說我台灣好好喔 台灣有各種性的市場 對啊 我說怎麼可以 我說怎麼還會這麼好的事 知道嗎 這是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好不要加免 我先生的妹妹 那會兒也 是最近幾年的事 也是六十多了嗎 六十多了 六十多了 那個男的那些 男的那些 傻乎乎乎的 被他弄到團團轉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我先生講 我說 我在台灣究竟是怎麼了 我說這麼好 充滿的希望 那你怎麼想 對 但是話反過來講 我說 要我做的性格 我一點兒折都沒有 那未來一天光明 我一點兒折都沒有 我一點兒折都沒有 一個敵官有很多錢 我不喜歡 但是不喜歡 哎呀 對 好 我就是講到這個部分 就是剛剛 成員啦 這個都是後話剛剛那一段 就剛剛講到那個姐妹那一段 我心裡面 我不曉得 我是這麼看 我也不曉得 台灣人怎麼去看 但每個人有 每個人決定他 生活方式的這個權利 我們要去尊重他 對 那反過來講的話 我們自己也要想 你看 你因為說你過來 嫁給了這個老先生 那先生走了嘛 好 那台灣社會就是 該養你嘛 因為他剛剛講到很氣憤啊 什麼女兒 因為我不好去 我不好去頂他 那人家那個兩個女兒 是他的女兒 人家有他的權利 不管是保留 人家來今天起訴你 他沒有欺負你 我看那個條件書 我就知道 人家也沒有欺負你 不要說我今天是大陸的 我就要站在你的這個角度 你是半路出家去的人 人家是他的父親 對 那人家今天這樣要搞死你 不要跟你扮諷 你一定對人家不好嘛 這一定有這個 你 我不要說你一定對他不好 一定在相處的關係上面 他一定有跟你過不去的地方 很簡單 周彥虹今天你跟你來 你看那個女兒這麼委護你 你先生你以後怎麼樣了 你也是軍公教 你如果簽字他們應該會簽給你吧 不知道 理論上來講 如果是按照相處的情形來講 他這個是恨他 現在他 我是聽他講 因為我沒有聽到另外的女兒在講 完了以後 這個心態 我剛剛就想說 還是說我這社工 我今天也是個好壞 算好社工 還是我先入為主的觀念太強 還是說我看過類似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同樣的這個情況很多 我在想說那究竟要怎樣 因為你的女兒在那邊嘛 你的錢也弄到了嘛 我們為什麼不能回去生活 拿那邊用那個 今天搞到這麼苦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 台灣還是比較有 所謂對於他這一型個性的人 是比較有油水的地方 是不是 比較有一些好處的地方 像這些社會福利的東西 像法律的這個 社會福利的話 真的是這邊 是這邊比較多 大陸太難養了嘛 人口太多 醫療費的方便 還有看病的健保 還有這邊 都是台灣 因為他回去的話 他那邊醫保都沒有啊 其實不要說他啦 包括台灣自己本身的移民外僑 都是每年回來治病 他們在外國是富翁 都還貪這個便宜 更不要管說弱勢的人 更是家 所以回到那個婚姻這個 這個上面的講話 不然說你人是一輩子都可以把這個東西 你沒有春天 你不要驚訝說別人那麼有春天 不要 你自己沒有這種需求 就是說 就是說在哪一個年齡階段 就是說還是會有希望 我也是滿羨慕 說實在我也是滿羨慕 我發覺 雨希個老太太 真的比我們這些人多厲害 我有看到 我為什麼一直都是冬天 我的冬天都過不去 你看 那春天到底在哪裡 你看 老公在那裡 也是外面有那個 有男子養他 都是 有六十歲的人喔 有小鄉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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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叫什麼 我也忘記 春天很多 還是說因為價值觀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可以用來做交換和出來 還有身體的開放度 對 還有一個反觀的就是說 就是他剛剛講的 我沒有導到那個 遇到那種什麼先生死掉了 這邊孩子需要養的那種狀 還有身體是他的工具 有時候用身體做為一個活下去的工具 那你們的價值觀是身體是神聖的 不是這樣的工具 對 他覺得婚姻就是換票嘛 所以要另外再找到另外一個 一個金錢的安全感 那你們是不可以賣自己的 就是說 所以你們會有一個很忠實的婚姻 從一而終的這樣的觀念 就忠實不好也是守在這裡 可是這是一個精神的潔癖吧 應該是個人的精神的潔癖 對阿 很棒 好謝謝 謝謝 謝謝